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我是谷怀轩 三一男这件事情一路上继续的延烧 那在昨天的时候 包括柯P也讲说 对 在出庭前一天 他跟柯建民见过面 柯建民也证实了这件事 那但是这整个 从当初事情一发生到现在 到底未来会是什么样一个演变呢 好 光是来看的是柯建民 他已经直接告诉大家说 他说没人说谎 柯P则说在出庭前夜 他跟柯建民有讨论过 OK 好 那没有人说谎 但是大家两个人讲的 就是让大家觉得是不太一样嘛 尤其出庭以前 还讨论一下像出庭的内容 或是说讲到当天 到底是讲市博管了 还有什么 民众听了会是什么感觉 口口听了会是什么感觉 简座 还有这个案子 民事成省法官 那也顺便听一下 反正28号的时候 柯委也要去作证嘛 对不对 这些内容大概先乒乓者 大概会是怎么样 OK 好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对大家来讲的话 可能会最在乎的是 大军案的报告 明天要出炉 没错 在出炉以前 今天特别又出来了一个新闻 这里面特别提到 还记得吗 大巨蛋的权力金是零 为什么会是零呢 好 光是看这头版头 有这样的一个报道 内容上面写的是说 这大巨蛋免权力金 马英九 赵腾雄早瞧好 还说这议约会议当中 这录音党的揭秘 这前财政局局长李树德 就指出了马赵见面的有共识 那听到这些话 我们看子龙府怎么回应呢 子龙府就说拿出证据 中文府这回应是延续上一次的一路的说法 你们谁有证据 麻烦 你们如果拿出证据 当然就去告 这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 那问题是 这整件事情 中间待会会帮您分析的是 因为包括在9月初 包括在9月20 9月23 分别有几次 包括中间的碰面 前两次的一月会议 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样一些的转折 那民众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台北所有的这位BOT案这些 难道都不要权力金吗 大巨蛋他不要这个权力金 他不要权力金的情形之下 是本来有吗 后来便没有 中间的转折点又在什么地方 总统府要看证据 能拿得出任何证据吗 我们待会听听看 现场所有来宾的分析 今天你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是2016的总统大选 正式开跑的一天 为什么呢 今天在民进党阵营里面 正式推出了 蔡英文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 今天也发表了参选声明 那另外一边 国民党又会是怎么样的 好在这家联合晚报上面 他就直接写的是2016大对决 就看到是蔡英文 他就参选演说的今天出炉 还有猪是不是在5月就要亮牌了呢 好光是来看蔡英文 就是蔡英文演说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这个部分 他说的这一段话 仔仔细细带你来看清楚 他特别强调的是说 他就说经历了过去这几年 你会怎么形容这个国家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的答案 这个国家的领导 已经成为国家最大的问题 好那不言可遇 这句话只指说 现在的领导 是不是整个国家最大的一些问题 那相对来讲 当然后面来讲说 要解决这些问题 是要终结国民党的执政 那这个地方 你看到民党的主帅 已经骑在马上 后面所有的阵营摆开 但另外一个阵营呢 另外一个证明也是陈土飞扬 但陈土飞扬感觉是 是你买去是我买去 还没有出炉就对了 到底是怎么样 大家讲清楚吧 到底主帅是要派谁 而所有的阵容到底会怎么样 当然今天也出现了一份民调 如果要是蔡英文对决主力人的话 民调是8%左右的一个差距 那未来又会有什么样一些变化呢 来为你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爱逼 好 现在要是立法委员吴玉仁 大家好 对 自信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在台北市委员钟晓平 大家好 再是立法委员李应援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在台北市委员高嘉瑜 大家好 对 自信媒体人钟玉华 主持人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新闻画面 历南事件双科说法都不拢 话题持续延烧 柯文哲更自爆出庭前一天 双科就碰破面 柯建民这时才拿了 郭董捐三亿的简报给他看 柯建民到底有没有告诉市长说 这三亿原是捐给上海市国台北馆 有没有说 他到前天才讲 所以没有提到三亿 他最后跟我讲说 他拿简报给我 他说这里人家以前有捐三亿的记录 我说这样 双科碰面被指引有串政之嫌 但柯建民赶紧喊冤 强调郭董没有说过 捐三亿给市伯台北馆 接受面对面独家专访时更强调 这事情柯文哲应该早就知道 三亿男事件 俨然成了一场罗生门 到底是柯建民表达不清楚 还是柯文哲自己的理解错误 上了法庭双科能否把真相说清楚呢 但柯文哲另一头痛问题 大巨蛋安检报告16号将出炉 但这时爆出 根据当时议约的录音档 大巨蛋令人诟病的 林源全疫经争议 就是马市长与赵腾雄两人密伤后拍板定案 面对争议总统府强调欢迎提出证据检举 但马总统难道不该亲自出面说清楚吗 2016总统大选正式起跑 民进党通过提名蔡英文为总统候选人 而动作慢吞吞的国民党 总统党内初选也正式启动 受到劝禁的朱立伦或王近平 最终会有谁点头参选呢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好那让大家来看一下这整件事情 在所谓的三亿难这件事情一路延烧下来 因为这关系到Coco到底会不会有一阵子看不到大家 或是会不会被要判赔钱 或是他就告诉大家讲说 我就是个清白无辜的 我不过就是在新闻人的一个角度 告诉大家一件新闻而已 这整件事情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 尤其在昨天 因为昨天在节目里面的时候 大家在录的过程当中不断出来 对了嘉宇 嘉宇还在市议会在质询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现场同步 因为当你问出来讲说 在开庭前一天双科会 Coco昨天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去了 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而这整件事情最新的变化是什么 待会来听听看来宾怎么看 来 怀圈 好 这一场双科会就发生在4月12号的这一天 先来看这是柯建宁怎么说 他说柯P在之前就曾经表示要来关心我的选举 所以我就约他晚上10点钟在办公室碰面 建宁就谈起到了我的选举状况如何 那么柯P是问了是否有收到传票 我说有啊 是4月28号 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是证人见面 绝对没有串正的问题 所以柯P则说 他说是柯建宁呢要选择新竹市立委啊 问我要不要帮忙 问我呢关于第三势力能否去协调的问题 那么柯P到最后呢 到柯建宁在最后是拿了简报给我看 说人家已经有捐这3亿的记录 这里面真的只有谈柯建宁的选情吗 另外来看的是在4月12号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柯P在出庭时告诉了这一段话 当时法官就问到大家说 问到他就说呢 没有见到如何得知企业家是郭台铭呢 结果他就说呢 柯建宁跟我讲 柯建宁说啊 那柯呢出了这个3亿 现在呢不想换人 而到了4月28号的时候 大家都要等着看 柯建宁出庭时 他到底会说什么话 OK好那当然先跟大家讲一点 法律的小常识 两个人都是证人 那没有什么叫川普战证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任何人都有叫做伪证的问题 就是我如果告诉你 希望你开庭要讲些什么东西 如果那个内容是跟事实不符的话 他会有教授伪证的一些问题 那柯建宁 我没有说柯建宁会涉及到这 我只在告诉大家讲说 证人跟证人之间 不见得你说是不是叫串贡 那不叫串贡的问题 那个会面临到的是 有没有所谓的教授伪证 就你会不会叫他讲一些 跟事实不符的一些东西 这在法律上是这样 OK好问题是 这整件事情 因为当昨天蹦出 柯好当昨天蹦出 我讲的这个对吧 我们在录的时候 嘉瑜说在现场问柯P 柯P讲说 对4月12号两个人有碰面 今天更多的一些讯息相关出来 柯建宁有跟你讲说 对我见面柯P也说 他给他看简报 所以是讲事博馆的一些事情 你呢 你今天还是对这件事情很生气 当然要 就是因为柯建宁也知道 被教授伪证是犯法的 所以他今天在我 早上在脸书上骂他 这个涉嫌教授伪证 这个柯P 去跟柯P见面的时候 他后来下午又发了一个声明稿 激孤又讲一顿 然后又把我骂一顿 他讲说你要再讲 再讲不实的东西 再讲再讲你告你告你告我告你 然后那个 柯建宁4月12号 你为了选举 请柯文哲到你办公室去 我请问你 你那个选举是明年1月16号 你什么时候不找他 非要4月12号晚上找他吗 你明明就知道4月13号 柯文哲市长要出庭 然后最好笑的是 你以为柯文哲的肚皮里面的东西跟你一样吗 鸡肠鸟肚的 你想跟他要这个篡正吗 他明明就是篡正的气度非常强 而且我跟你讲吧 他还打电话给那个 家瑜说的那个徐清皇 他们新竹人 他故意要透过一个 名嘴的方式来广播歌界 他就13号 你知道他开了记者会 之前他还打电话给徐清皇 徐清皇是有这个 有说了 有跟我说了 说柯建民跟柯文哲 4月12号有见面 当时我就眉毛一挑 也没多讲话 因为没有公开认证 然后那个 但是 其实柯建民那个意思 开完记者会那个意思 是想要透过名嘴 这是我推断 那我也不好意思讲说 是另外一个人 跟我讲的推断 应该是正确 就是要出去散播说 我们都已经瞧好了 就是柯文哲讲柯文哲的 我讲我的 然后大家各取所需 最后呢 就法院一团和气 一团和气是什么啊 我认为柯建民这个总招 已经完全成为民进党支持 民进党的最大的遗憾 他这个 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打柯文哲给郭台铭看 这个是吴子嘉 他的老朋友 三十几年老朋友 写的这个一篇文章 吴子嘉昨天早上跟我说 你就说是我说的 柯建民这个家伙 三十年来 老朋友都认为 他只会说谎 就是你基本上 你怎么可以12号 去跟一个首都市长见面 柯文哲市长是高智商 而且我觉得他的EQ啊 还有他的对某些阴谋 跟设计陷阱的反应太高招了 他高招到就说 他就听 听完他也不跟他辩论 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 然后第二天 他在法庭上 如果你们看他全部的笔录 他在法庭上作证的这个内容 是超越我的预期当中的完整 比我想象的还要完整 因为我不方便讲他 在我广播节目的时候 广告时间跟我讲的那一段 因为那是非常私下的那一段 因为他已经公开出来讲之后 我又查证了他的官员 再讲是郭台铭 如果我再讲私下这一段 会让事情复杂化 对不对 而且他是私下讲的嘛 那他自己把私下讲的 12月1号去年 然后今年1月14号 然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家电视台 两家电视台访问 一直到法庭 四个版本是一模一样 而且讲的非常完整 我昨天在节目说过了 郭台铭那个律师 超乎我的预期当中的 表情之灿烂如花 我进去的时候 我是把场景讲出来 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他好像不觉得 今天柯文哲来 对他的案情是不利的 那真的是非常高兴 去看那么多旁定席上的人 那我当然要怀疑 柯建民的前一天 跟柯文哲见面 是不是 我这是怀疑 是不是他已经跟郭台铭 或是郭台铭的律师 都已经大家瞧好了 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我会去叫我家的 那个柯文哲 那个新竹的 我的好朋友小弟 帮我把三亿变成 上海世博的三亿 捐给前任的台北市政府 我当然强烈怀疑了 任何人这个当事人 都会这样怀疑嘛 那否则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柯文哲 讲完事实之后 那个律师就花容失色 脸色苍白 立刻两个人就有点 那个手足无策 这个无措 然后语言又有点失灵的 就要求说柯文哲 跟柯建民要对职 然后柯文哲就把头这样 做上一挑这样子 这个基本上来讲 我当然对柯文哲市长的诚实 跟柯文哲市长的坚持 我是非常感动的 可是为什么要感动呢 这个过程 就你柯建民厉害 你把他请到办公室去 然后还透过什么党团的人 透过其他的名嘴去放话 那个是四伯的三亿 拜托 这几天我们电视台都播了 因为14号 15号 14号他接受电视访问 15号报纸上登很多 然后我讲了之后 很多记者去访问柯建民 柯建民也没有说是四伯馆 什么三亿 他还说对柯市长所言不假 然后稀里呼噜就混过去了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开记者会呢 然后柯文哲市长说 他是4月12号才知道 四伯馆的三亿 我跟这个柯市长 是在3月31号完全敲定 因为3月31号之前 其实法院书记官 就已经跟柯市长办公室 在瞧时间 柯市长4月14号要在议会质询 那七杀4月13号是很辛苦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还有人中间这个穿梭说 要不要请郭守正去 叫他爸爸去 去把他撤案等等 不要去烦柯文哲 还有一个新闻是 柯P 就柯P阵营 也有人不是希望 透过柯建民说 你们要不要去跟 郭台铭先生讲一下 这个案子就撤掉 今天没几次上来又讲 有啊 柯市长那天说证的时候 他有讲啊 他一直讲说 就大家都很希望 把这个案子给撤掉 他说大象踩蚂蚁 但是并不表示 柯文哲市长不愿意作证 我这个3月31号 写一个line给他 给市长 我就很清楚跟他讲说 这个事情需要你作证 然后我还说 不是因为我来烦你 是那个郭台铭 那个老头来烦我 是他告我 非常清楚 如果是我告人家 然后又把我的证人请出来 我不是很烦吗 那他就后来到了大下午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段line 这个里面都有啊 就透过他做 他就说 柯市长要为你出庭作证 嗯 就是period 然后因为他是我的证人嘛 所以中间你也知道 法官叫我提问题 然后流程 我还把流程 这个要怎么进行 因为SOP啊 柯市长要求SOP 我给他一个SOP 就是流程是怎样 谁会问 然后会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书记官都告诉 我就把它4月10号传给 从line传给了市长 那换句话讲 其实市长非常清楚 我为什么讲这么多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就是光明正大嘛 那如果柯建民 你认为你是在传递过程当中 传递错了 那柯P的认知错了 因为他今天早上居然赖皮 说是柯P怎么理解 是柯P的事 自己想象 莫名其妙 三个月了 郭台铭觉得冤枉三个月了 你都不帮他澄清 然后你到最后关头 你想替郭台铭去这个 去串政 你多恶职啊 这个整个民进党都被你害死了 我就是要去反复选 4月28号之前 柯建民要作证 他说他28号要出庭 对啊 好你出庭作证之前 你不翻然悔悟的话 你当我不是 这个叫做教授 自而作证了 看你的表现 如果你到这个时候 你还认为自己 在这件事情里面 想要用瞧事情的方法 稀里糊里的 乱搞一通不公 不公开不透明 然后对那个财团的那个家伙 那个姓郭的郭台铭 吓成那个样子 好像是他的一个小奴才一样 那我告诉你 就真的去反复选 你要知道 4月几号的时候 你在4月初的时候 郭守正不参加 大巴德商圈记者会 对不对 那天我就在脸书上 我是故意在脸书上 PO柯文哲 要为我出庭作证的 所以今天某周刊写说 柯文哲是因为 生那个气才来作证 那是两回事 OK 先把事情讲清楚 OK 那就几件事情 当然 柯建民委员呢 柯建民委员今天也很气 他讲说 柯文你还在 他气个鬼头 所以在媒体上面 他不是来讲说 你再讲我告 就讲就讲 你涉嫌教唆伪证 OK 每个人感受 一定都会不要 那今天我们 本来就想要安排 就是包括柯委员跟柯委员 要大家就把话讲清楚 OK 好 那我们还联系柯委员 现在要再打电话给他 OK 你要不要直接播 对啊 我就是直接播嘛 他先看到 是我电话不接 真的吗 没关系啊 我就播他啊 这样我们在这边 要想一想就出 扩音 来 扩音 你们讲话啊 他要带 没有 我要直接 到底时间 你要期待那个 大律师的主持人 他可能会不接 真的哦 对啊 试试看 没关系 没关系嘛 你们讲话 他接了 因为他讲话很慢嘛 那个 他不接了 他现在 还骂我 还告我 叫他多讲几次 他听得清楚 他不会接了 OK 好 没关系 Coco继续联络 柯委员 我跟他三十年朋友 他最没良心了 你看这件事情 已经搞到这个样了 尤其因为 刚才Coco甚至把 民进党都拉进来了 今天你看到 今天其实包括 柯P的夫人 陈面琪 陈面琪 陈面琪医师 他也在脸书上 他讲说 对啊 他那个时候也 也听柯P讲过 讲的是跟柯P 后来在出庭作证的版本 是一样的 那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 接下来就 柯P要去作证了 这件事 这件事 应该说 Coco的事情 应该已经是结束了 现在这两个柯 这个男女的问题 可是我这么讲 就是说 因为 从柯市长的立场 他认为说 他因为要替这个 Coco作证 他就这样讲了 所以 这个他这个 Coco他没有什么问题 就法律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现在稍微讲一段 就是那个时候 在选举期间 为什么有要去拜访 柯建民 郭台民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说 One city one family 我们就是说 我们是超越蓝绿 当时大概 也是一群人 在那边脑力激荡 最后有产生这样的一句 这样的一个话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就各行各业 各党各派 因为他是五党级的人 所以他去接触任何人 都是正常 就是要给他们拜托 拜托票 其中包括我们知道 小英在台北市选举的时候 是输了29万票 这件事 为什么说我们在上海 就是说我们会继续延续 这个双城论坛 我们也了解到台商 对台北市也是一个重要的 就企业界 学生 劳工 各行各业 柯P这一段 我们节目有讨论过 就是讲说 其实他是希望 跟企业界表达说 对对对 没有视为洪水猛兽 对对对 他就是要钱 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负责安排一些企业界 我是要讲这样 你也有安排一些 当然就是这样 我们在当时是这样 所以会有跟银眼梁见面 各自负责一些人 一些朋友 而且我们就是 都不是募款 都只是请教 而且是大家企业那么的成功 怎么要替台北的年轻人 还是创造台北的经济 这些是因为 人家产业有 各行各业有专精 你也说 柯文哲很专精 但是做企业 生意创造就 但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从我的立场来讲 这件事情说 我从结论讲回来 这是一个乌龙 这根本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我念给你听 这个还是昨天 谁搞成乌龙 这个沟通 你觉得问题会出来的 结果中国十八说 两柯说谎 让我讲完了 柯已经讲完了 就是说 柯已经讲完了 就是说 你看昨天的柯屁都还在讲 我不敢用电话和他讲 他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 就算和他面对面 我也听不懂 柯文哲就讲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在党同会议里面 经常 拜托柯总招 就是讲话要大声一点 慢一点 这是一个事实 可以是 有时候在讲话 在听话的时候 也比较有跳样 所以我特地查一下 这个东西 这沟通的问题 在Google有八百多万笔 那沟通的技巧 有三百多万笔 我要讲这个 沟通是一个困 你让我讲 等一下 我必须要讲 因为如果只是个沟通的问题的话 现在因为这个案子 已经进入法院 他们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Google他们要面临 叫司法问题 因为 柯平已经替他作证 柯平就说 问题是柯总招去做证 跟柯平讲的如果是 柯平有伪证罪耶 那怎么办 这个问题在这边 所以说 为什么柯总招到现在 他是那天晚上 就是在某一个晚上 因为这个选举的时候 那个 他不怕他用电话讲 就是说这种事情 他有时候说 晚上十点 跑到柯平的办公室 你要不要换一个角度讲 为什么不用电话讲 听不清楚 不只是听不清楚 而且 电话里面 不可以讲这些事情 也不必然是这样 就说柯平因为选举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 晚上十点以后 比较放松 我必须要讲 要谈的事情 谈久一点 要交换这个选举的状况 大家交换意见 会有这种状况 当然也 因为他和柯平也熟 第一个 两个都是新竹中学的校友 他们长期 本来就熟 在柯平要进入 这个台北市长选举 很多期间 有这样的 柯平都要帮很多 他也帮忙 办公室都帮忙 大家都帮忙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你觉得陈佩琪之间 为什么要po那个文 因为那里头会牵涉到一点 因为现在搞得 好像变成两颗之间 是不是总有人 有媒体直接用 总有人在说谎 或什么这样 因为有人怀疑柯平说谎 所以陈佩琪很生气 你看陈佩琪的意思就是 他老公的 他老公不应该被淹忘 这样的感觉 我问你啊 我讲嘛 我讲 柯建民找柯平在柯平要出庭之前 去见面谈话 我的直觉 可是吗 我就这样讲 柯平也会犯错 柯建民也会犯错 当然 但这两个人这么娇好的人 他不会去互相伤害对方 同意 但是那个晚上 我就说那个晚上十点 你就伤害收益扣啊 你知道我讲 没有 收益扣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就是柯平也是挺你 所以他就去给你作证 当然 再忙 柯平的人就像 柯平他就 他很挺义气的 对柯平也好可爱 他对你 他就你一直挺他 他对你就很挺 但是柯建民也很挺柯平 我必须要讲 大家都不需要去受到伤害 所以柯建民就是说 因为那个晚上 他们谈很多嘛 他一直 我先这样讲好不好 就是我们各分配 这样要拜访这个企业界的时候 那柯平的直觉 柯建民的直觉 柯建民的直觉 因为他知道 他和郭台铭也不是那么熟 在这个政治场 大家商界大家都会 有点头之交 饭局会霸头都会有 但是不那么熟 所以他要说要去拜访 郭台铭的时候 他直觉就觉得 郭台铭不会支持你 还是不会支持我们 应该是这样讲 那所以说有一次的饭局 恰好因为说他一直没有 很积极的联络 他真的不是那么熟 但是恰好的一个饭局 有碰头的时候 他要离开的时候 郭台铭追上去 他像他讲说 柯平办公室有说要来见面 他就像他讲说真的是不方便 因为他和连在那么好 这我想大家就是事实就这样 一个是事实 一个是感觉 他已经决给对手三议员不坏人了 那我讲完 一个是事实部分 一个是感觉部分 我们大家 委员真的有没有论过 对嘛 就重点就是 三议那个词怎么可以的 大家一直在那个感觉里面 去那个这样嘛 那这个部分有事实部分 我们就讲事实 他郭台铭就像柯建民说 因为我已经支持 那个 连胜文这边 我和柯平见面 这会造成误解 所以选后要见面大家再见 这个部分就是他们互动的全部 没有讲说他去支持 这个是柯建民版本啊 不是 要去事实的部分 什么事实 事实的事实 就是三议怎么迸出来的 因为后来迸出了三议 没有我就说 在那个晚上 他就给柯平讲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说要见面大概九五 没办法 然后他为了要把这整个事情 就是说他支持对手的阵营 就是支持蓝领的这件事情 是长期的 不管是九二共识 不管是支持马英九 三议怎么出现 没有 你们都只是想要 我们电什么路 你讲的不合理 我知道 就我的部分嘛 就我的部分就是说 他把这个过程整个晚上 就是讲这些啊 他讲柯台铭支持蓝领 支持对球的阵营这个蓝领 这么多的历史 所以说不可能嘛 就不可能记命嘛 我们不一定 三议怎么出现 他在中间有讲到这个三议 但这个三议都 我认为 这是我认为 这是我认为 事实的部分是事实 感觉是感觉 你的判断是判断 我们这样才不会把很多 从我的立场 这整个就是乌龙 不是重要的事情 因为柯平今天也讲啊 选举结束就结束了嘛 今天是谁啊 今天徐宏廷 说叫他说要证明 什么这个政治人员的诚信 必须要受到检验 要柯平只要证明说 自己心白叫他签名 他说选举结束就结束了 很多话你都 我再教你讲了 那个有一次啦 在一月初是 扣扣访问的嘛 这些我们课程当中 已经讲了好几天了 但是问题就是很重要嘛 他就说你去问柯平嘛 人家说那个人是不是 郭台铭 他说你们去问柯建铭 这就代表说 他本身 也不直觉 有那么强烈的把握说 就是郭台铭嘛 我的意思是说 有的是感觉 就是那个晚上的台湾里面 他完全清楚是郭台铭 只是那个三亿 他没有说捐给 连胜文或任何 还是捐给台北管 这一段大家是 现在在争执的 但是是 郭台铭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争执 只是柯平 柯建铭的 昨天的新闻稿 还是前天新闻 今天的新闻稿 这个部分都讲得很清楚 还清楚呢 你们柯建铭不要再写新闻稿了 就是 他们就是 李委员 我告诉你 我是救我的判断 不是 你弱化了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来发展的这个变化 如果 我请问你 我们都是旁观者 如果这是乌龙 一月十四号到二月中间 他接受两次访问 这个事情 郭台铭扬言提告 而且告的电视台 到处都是 你们为什么不去处理 你说柯P接受访问 我不管 就是说你如果说 这是一个乌龙 你们为什么不去处理 柯建铭为什么不去开记者会 非要把人家一个记者 告到法院 我难听一点 是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就瞧不起人家记者 然后任凭郭台铭 在个人家 我今天要强烈谴责 你们这些家伙 我告诉你 如果你知道这个事实 如果柯建铭知道这个事实 你们为什么中间不处理掉 我们整个选举的过程 会和郭台铭会发生这个关系 会和一年两发生关系 会和任何的 接线的朋友发生关系 李委员 你是旁观者 你不是真诚的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对的 你们民进党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说的 Koko 你太情绪化 我哪里情绪化 你讲到这个你就太情绪化 我本来就应该情绪化 对的事情就对 你们这些政客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政客到底 感觉是感觉 印象是印象 Koko 我不要和你这样争 我不是当事人 你连那个 我不是这样讲 你不要指着我 OK 你不要情绪化 我告诉你刚才讲的那一段 也在说悉尼 那个就是事实 你们就喜欢或悉尼嘛 那个就是事实 我告诉你 高嘉瑜 谢谢你 你昨天还在这个 质询的时候 质询出来 如果你不质询 我也不敢讲 我告诉你 我不跟你对话 我跟高嘉瑜对话 他们本来再去 回去新竹 他们经常见面 我不会他们 他们去扫墓 经常见面 要去谈到他 新竹竞选的问题 在扫墓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 我是被刑事告 然后被民事一千万 还有一亿要捐款的这个人 我告诉你 如果事情 因为我们持续在观察这件事 如果这个事情 是像他们讲的这样 脚啊脚啊脚成一团 然后我被骂成那个样子 骂成什么一文不值 被告到法院 还开了好几次庭 你们这些 我的老朋友 你也是我老朋友 柯建民也是我老朋友 民进党里一堆我的老朋友 就看着我 像个呆瓜一样的 每天被人家骂 看着我去进法院 看着我面对 柯文哲可能不出庭的 这个情况 但是我从头到尾 相信柯文哲会出庭 所以在情绪上面 我说过了 如果你们其他任何人 都会冷静理性的话 我跟你们下规好不好 你不要害我再哭 柯文哲很挺领 我为什么 我把你们当成朋友 柯文哲非常挺领 除了柯文哲 你们明天的人 有把我当成一个 正常的朋友吗 就是因为这样 那个柯P 为什么一直没有去 柯建民 没有去开记者会 就是说这个事情 如果能够撤告就撤告 那柯建民 为什么在柯文哲 出庭之后 开记者会 为什么在柯文哲 出庭之前 把柯文哲找去 柯文哲因为诚实 人格高尚 柯文哲相信我 他们在新竹就见面 他们两个很熟的 柯文哲跟我也很熟 他们两个互相 不会去相害的 他们互相 不会去害对方的 互相互相害 就伤害一个 狗屁无通的记者 我错了 柯文哲已经替你作证 柯文哲就单下来了 那柯建民在中间 柯建民也是单下来了 你们民进党的这些政客 都想把所有的事情 都搞在一起 柯建民挺郭台铭 我告诉你 民进党在清卓那一席 就不要了 就是说郭台铭不熟 才要向他讲说 郭台铭完全支持男人 支持对手的阵营 要用很多的事情 让他了解 郭台铭形象恶劣 然后柯文哲 你要骂郭台铭没有关系 郭台铭搭飞机去助选国民党很多候选人 我们当然也反对他的 柯建民打柯文哲 你很清楚 他搭飞机去助选那么多国民党的人 你跟柯建民 我们一点交情都没有 你很清楚的 每一个都很可爱 我觉得高嘉瑜很可爱 我觉得 因为你昨天至少直询了 你知道柯文哲市长 是在一个 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 答复那个问题 我从来 其实我是一个情感上面 很容易投射喜欢一个人的人 不管他帅或是正直 帅是重点 帅的还是重点 可是柯文哲市长 从我不认识他 一直到认识他 其实 我这样就会想哭 你知道 他让我感动的想哭 就是说 一个人真的 他看起来傻傻的 可是他在法院里面 他讲话的时候 一点都不傻 你们真的不要小看他 他的证词非常晚 大家就是很挺他 他在外面的时候 大家就是很挺他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都没有说好 马科市长 等下我来说明一下 那是你的 我来讲 他刚刚感受到 是解中送炭的那种感觉 但是事实 他那天那么忙 人家出庭作证 一个首都市长出庭作证 这么重要的事 结果你们一个叫做 总召的一个家伙 可以开个记者会 去舔这个郭台铭的叉叉 丢人死了 这种人还做立法委 我觉得Coco姐的愤怒跟委屈 我们都可以理解 就是说一个媒体人 然后被财团大老板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是不是一种诬告 或者说郭台铭可能明知道 有三议员这件事情 然后还告Coco姐 就是打赌说 柯文泽可能不会出庭 那当然以柯文泽来讲 其实4月13号那一天 其实柯市长要到议会来做施政报告 当天早上之下行程也是非常的忙碌 但他在忙碌之中 还是愿意出庭来为Coco来作证 我相信当然Coco姐很感动 可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整个事情变成一个螺生门 也是我们觉得说 到底这个真相是什么 所以当天我在议会 虽然只有六分钟非常的短 但是我一问柯文泽 他就马上就是把事情的真相 他就直接说出来了 他的说法就是说 当天这个柯建民跟他讲说 人家是支持连 他出了三议 现在不想换人 他说原文就是这样 等一下 他原文还有讲到 人家是支持连 对因为他在法庭的说法是这样 所以我就问柯文泽说 所以当天柯建民的说法就是说 人家是支持连 他出了三议 现在不想换人 原文是不是这样 上下文就是这样 有没有简化过 那柯建民说没有 他听到的就是这样 柯文泽 对不起 柯文泽 这两个 这几天 就跳错吧 最后人又到这边就跳错了 所以柯文泽说 他听到就这样 没有简化过 那柯建民柯总教的说法是说 他当天因为讲了一长串 然后他有提到上海事伯 那可能柯文泽他没有听到 那这是柯建民事后的说法 那柯文泽在我质询的时候 他是说 前一天他们有碰到过 开庭前一天 柯建民才提到这个部分 他才听到 这是两个人的说法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 该说清楚讲明白的人 其实是郭台铭 郭台铭在这个事情的背后 有没有媒体去问郭台铭说 你到底捐给廉胜文多少钱 没有啊 你到底捐给好龙斌多少钱 这三亿跟三创有没有关系 三创是不是就三亿所创造出来的弊案 因为现在台北市政府所查的五大弊案之一 就是三创园区 三创园区 严正委员会调查的结果 我们至少全力经收益 至少要有三十亿 结果我们只跟郭台铭收了十亿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讨论 但是你刚刚讲 柯P在法庭上面的证词里面 有说人家是支持连 对 那是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的法庭十三分钟十路里面的原文 是这样写的 他不是讲说 柯建平说他出了三亿 现在不想换人 我说就算了 就这么简单 不过他讲了好多次 他这个是精简的 我觉得大家没有是非 你们以为柯文哲是圣人 大家讲是非 是谁要选台北市长 是谁要去见郭台铭 你内存所揣赦 什么揣赦 你又不跟人家 你不要乱讲好不好 他没有要见 他自己都承认了 还找人去打电话 他不讲话 你不要打电话 就是柯文哲吧 他有说想要见郭台铭 没有说 这不是跟柯建平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 拜托你好不好 我们讲多久了 不是你乱讲话 当然要打断 为什么我讲话是乱讲话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事实啊 柯文哲没有要见 没有要见郭台铭 这不是事实 这一段一点 拜托好不好 他自己也承认 也找人打电话幕僚 去找到郭台铭的幕僚 这个不是事实 这个真的不要讲下去 好 这事实 那你让我打断一下 就是说 我昨天有问 我讲完 那柯建平 他没有要选市长 他只是柯文哲的好朋友 受柯文哲之邀 而干这个活 不是吗 这目前为止 我没讲错吧 好啊 那柯文哲没有 他说谎你们就不追究 那要 当然柯文哲想去见郭台铭 就一定是讲宇昌岸 希望郭台铭不要去支持 你是笑死人的 你不要插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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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揣测 我不能揣测 你讲得多对 你以为在议会里面啦 不可能 很可能是募款 可能吗 当然是 谁可以否认我长得吗 抗议 再来 等一下嘛 我讲完 不要一直插我的话啦 就那句话我可以否认你 没有募款 我也是你讲话也要不要骗 就那句话 柯文哲是不是去募款 柯文哲否认 对啊 他可以否认 我是财务长 我是财务长 你可以揣证 我可以否认 那你很简单嘛 你说柯文哲的笔录哦 他说人家 是支持廉胜文 不想坏人 对不对 那是不是讲的 那他就讲公共政策啊 讲支持廉胜文 或支持我 柯文哲 我去找郭台铭 大家谈支持或不支持 或公共政策 你在电视上 赚钱耶 那边谈钱 这边谈支持跟不支持 这个合理吗 你问那边合不合理 大家默默良心 大家都从政的人 他谈钱是讲 选举经费太高好不好 你这个人 你为什么可以 那个斩钉截铁讲说 他一定不是谈钱 你讲嘛 不是 他是说选举经费太高了 然后这个对价关系 你又没看那个 那柯建民 你再忙了啦 忙着那个打篮球了啦 你柯建民 他讲什么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耶 柯建民说 谈到什么 三亿 搞台北馆 搞四博 没有这句话嘛 他们两个双科都多不拢嘛 今天都去测谎才清楚嘛 我觉得大家对 对柯文哲太厚爱了吧 他都是善人 见面都是去谈 你不要支持对方连胜文 都不谈钱 电视里谈钱 那他到底的时候 就是公共政策 就是宇昌爱 他支持他威力很大 那连胜文就会上 他就会拜 大家讲讲道理好吧 OK 这一段 这一段是他自己编的嘛 就说宇昌爱什么东西 他刚表达 个人的意见 一定都可以在这边 他刚刚也有说 拜访企业界的都没有谈钱 因为那个选举经费 我们控制的很好 我们控制的很好 就是也不募款 甚至到后来 都说停止募款 还有人说要继续 表示要捐 我们就停掉嘛 所以那个时候的政策 非常清楚 拜访这些企业界 只是请教 怎么创造就业机会 之类的经济 而且就是我们 就是所有台北市 各行各业 都是我们都要 去争取支持 绝对没有谈钱 最主要是希望 这些借鉴 不要在最后关头 站出来反对 政治人物在选前 来拜会一些 这个有经历的借鉴 我觉得很正常 这没什么 但目的到底是谈什么事情 我觉得 只有上帝知道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为什么 柯B求见 小柯求见老柯的意志 那么坚决 一直拜托老柯 一定要安排 这样的一个场合 而且把老柯推掉 小柯说 阿姨已经支持谁了 给敌方阵营 多少钱 你最好不要 我认为这可能 是婉拒支持 给他说 你不要再请托了 因为他心有所属 你去也没用 但是这整个事情上 我会比较觉得 因为大家都认识 譬如说 这个郭台铭 来告我们 Coco姐的时候 那个老柯 你也知道 说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直接就 大家讲出来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让整个事情 在那边烧 为什么事情要在那边烧 烧很久 烧到郭台铭告Coco姐 Coco姐也意志很坚定的认为 说就是有拿 因为 小柯 在节目上有提到 确实有三亿给敌方阵营 对手阵营 对手阵营 我有查证 我有查证 所以我觉得 最不应该的是什么 我觉得柯总装 因为你如果是跟 我们郭台铭先生熟的话 应该要讲出来 这是第一个 那目前呢 对于我们的小柯 柯P 比较不好的地方 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 目前网路上在流传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剪辑 就是说 就是你选前私下 求见财团 选后呢 公开批斗财团 那当然 大家这样来看法 你说你会有 有求见 这不本啊 拜访 我们就是争取各行各 选举的时候 当然各行各业 这是网路上流传的 而且拜访是兵分二路 第一路 自己找人打电话给他 第二路拜托柯健明 有那么急吗 不是募款有那么急吗 所以这个路数底下 没有一点都没有急 这个路数底下 就会让大家觉得 好 柯P你要来打弊案 大家支持吧 那是你们的晚君做的吗 柯P要打弊案非常好 但是问题你怎么一直挑着 一开始的 一月几号的时候 就挑着三创 武汉区就开始打了 对不对 一直打打打 打到现在事情才知道 原来你是因为 求见不到 他一定胡扯 吴委员的逻辑 吴委员的逻辑我非常清楚 因为昨天在议会质询的时候 国民党的议员就质询柯文哲说 市长你是不是因为 没有拿到远雄的钱 没有拿到远雄的好处 这我们没有讲钱 国民党议员讲的 不是讲的 所以你是不是因为 没有拿到远雄的好处 所以你今天说远雄是弊案 所以国民党议员的逻辑 就让网友直疑说 是不是今天只要拿了远雄的好处之后 你就可以讲 所以过去那16年来 台北市政府 国民党的政府 对于远雄这些五大逼案 全部视而不见 是不是因为拿了远雄的好处 是不是因为拿了 鸿海的好处 实际上我真的 是有可能 我同意你讲 是 台北市上我真的非常乐见 如果柯P 说下去求见 去见柯台铭的时候 他要想说 我要来请教如何来经营 如何来 做这个不太关心 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好 柯台铭的立场大家都很清楚吗 我这样讲好不好 如果一定要的话 我们当然不是就要拜访 郭台铭 我们也拜访好几位 台北市的 一眼两大家知道 OK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那个对话的过程里面 绝对都没有谈到钱 都是在讲 这个都讲很大的 这个台北市要怎么样 在整个台湾的事情 我想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家 我如果一定要 对 我觉得 把这个名字讲好 就把拜访过来 是不是能够公布一下 有些企业家 他可能不想被公布 但是我们就讲到说 如果今天 柯文哲是要去跟郭台铭募款的话 以郭台铭这么亲连战 这么亲马英九的这个人来讲 今天如果柯文哲是违法拿了政治献金的话 那郭台铭就会跟连胜文讲 在选举的时候就会被拿来操作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明哲保身 他不可能去谈到钱 也不可能是要去募款 两边男女都给钱 大块小块 这是正常的事 生衣人嘛 和气生财嘛 不是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相 其实我觉得柯P去拜访郭台铭 不会去 不会是去跟他募款 那当然可以有很多阴谋论的揣测 就跟那个 有人也是揣测说 这个老柯跟老郭 联手打小柯 我觉得这个都是出于揣测 但是你看柯P就是前后对竞选经费那个一致的态度 我认为他去拜访郭台铭 不是为了要钱 其实我跟大家讲 他去拜访郭台铭除了不希望他在选举前一刻 像2012年一样出来这个 反对柯文哲 其实柯P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他甚至希望郭台铭可以出来支持他 因为柯P觉得他有那个信心 可以只要给他机会见面 他也许可以说服郭台铭 这个是柯P一开始要去拜访郭台铭的用意 那这个事情现在变成一个罗生门 就是因为一个 好我就坦白讲 柯建民社会形象不好 柯文哲社会形象很好 所以大家的认定说 这个社会形象不好的人一定不会说实话 这个社会形象很好的 他一定不会说谎话 大家普遍认定是这样子 但是这样的认定 他一定是事实 我觉得也未必 有可能两个人都没说话 那真的就是认知上的差距 我们先谈确定的事情 因为如果都先谈不确定的事情 就谈不下去 先谈确定的事情 有没有提到三意 有 而且柯P对这个三意是念之在之 对他影响非常大 要不然他不会跟陈佩奇 讲了四五四五六四 他很在乎这个三意 因为他觉得说 因为我也相信柯P从第一次听到 一直到礼拜一去出庭 他的认知是一致的 因为为什么陈佩奇医师今天发这个 某种程度在法律上来讲 这有点像历史法学 就是他把过程当中的一些 拿出来当证据来影响 对就经过的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这某种程度有这个味道 我也认为说柯P从第一天听到 三意这个数字 跟一直到他礼拜一 去作证这一天 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对我认为柯P并没有去做伪证 他的理解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现在大家的真点就在于说 第一 这个三意如果是世博馆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前的事情 你拿出来讲 这也是陈佩奇昨天提出的质疑 那另外一个说 如果老柯有讲世博馆 那柯P为什么把他认为是捐给对手 其实柯P从头到尾在公开场合 没有讲过郭台铭也没有讲过连胜文 这是确定的 他没有讲过郭台铭也没有讲过连胜文 这两个名字他从来没有讲 他说有一个企业家捐了三意给我的对手 那大家就认为是连胜文嘛 好现在就问题就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有人讲话不清楚 有人听错了 因为昨天 五哥你应该记得 昨天刘兆豪来上节目 刘兆豪应该不太会骗人吧 刘兆豪他在节目中有讲 其实这一段我之前有听过类似的 那个节目来宾有讲到说 因为刘兆豪他们在当天 就1月份的时候 隔天开党的会议的时候 对对 那事实上 听到柯建民讲 对不起 听到柯建民讲 兩个柯一个名 他很容易搞错真的 C代号老柯小柯 好就老柯 老柯就小柯 小柯就柯建民好不好 小柯就柯一 对对对对 他们有听到老柯讲 然后好几个人有听到 那事实上你如果去问一下 这个有一些立法委员 或是一些跑立法院的 跟老柯比较熟的记者 他们其实陆陆续续 有听到类似的说法 那个说法跟前两天说的 其实是一致的 这个内容对于Coco来讲 就会有影响 对当然对他会有影响 不是对我有影响 你先讲完 我再把我的心理讲出来 大家听的说法是一致的 那现在就说有一个真点 就是说为什么 世博台北馆的三亿 会把他跟连胜文都在一起 那其实我再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这边在座 很多人都选举过 四位都选举过 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 一个单一的企业家 捐给一个市长候选人 一次捐三亿 今天如果我是柯P 我一听到的时候 我一定不相信 因为依照我们选举的经验 不可能 但是柯P有没有可能会 信以为真 因为他没有选过 柯P有可能会信以为真 所以我觉得问题的 真结实在是他可能 他可能真的就是一个 沟通上或理解上 我不同意现在 有些人的运作 是想把这件事情 弄成是一场误会 因为现在柯建民 意思是想这样 因为柯建民 谁都不敢得罪 因为他也不敢得罪 郭台铭 他当然又更不能得罪柯文哲 他又不能够得罪事实 虽然他大概 我被关死 他也无所谓 但是这件事情的发展 是几个阶段 你们不要变成 今天柯建民还说 柯文哲的理解是捐给对手 拜托 这分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 1月14号之前 那一次 到底柯建民跟柯文哲 讲了什么 1月14号 当柯文哲 接受访问之后 有一个版本 是柯建民 自己出来放的版本 柯建民是什么老狐狸 没事就找别人放话 1月14号 人家问他 后来他才说 那个三亿是四伯馆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在这个时候 编出来的四伯馆呢 因为柯文哲说 他是4月12号 也就是出庭作证 前天晚上 他才听到四伯馆呢 柯文哲说他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 如果把这些事情兜起来 你们还要说 那一天 柯P跟柯建民见面的时候 那是讲选前 那个关键那一天 柯建民是假事博管 然后柯文哲理解到 是给对手这个连阵营吗 这个完全不合理 你第一天你访问柯文哲的时候 到底是公开的时候 那个电台是怎么访问 那没有公开啦 那是我们两个窃窃私语的时候 窃窃私语 然后无论你在节目上 就直指示播他 我没有讲 不是这个 这个的过程是 我跟你讲 柯P真的 对不起 我这样伤害现场很多人 柯P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 他的这个 智商也很高 因为那天我们是在 发音间里面进广告 广播的电台 进广告的时候 也没有人在场 就两个主持人跟来宾 其他人听不到的 你知道是我问他 我说你这麻烦了 你得罪那么多蓝营的企业家 你现在当市长了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一起和解一下 哎呦 就想办法要见别人 人家也不见了 就这样 他说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所以那天没讲 OK 我觉得很很委屈 是因为那是12月1号 我没讲 我因为思想嘛 所以一直到1月14号 他接受访问 讲了之后 15号早上 我再说 我打电话给四副高层 其实也 那个高层已经被我讲得呼之欲出 对不起啊 是我的学妹嘛 那我只是问他 所以他回我电话 我说 我知道的是郭台铭嘛 那你的了解呢 他说是 寇姐 你不要讲是我讲 我的查证就这样 郭台铭不见面 不见面的人是郭台铭 对 有一个企业家是郭台铭 这都对 但是郭台铭和三义 和给连胜文 这三个兜起来 是乌龙 我就是这样讲 你这样讲乌龙就是 柯文哲做伟证 没有变的是三义 对 你这样讲就是柯文哲做伟证 你现在还是在帮柯家铭吗 不是 因为他的认知 他的意见就是这样 他不是故意说 如果那一天 那我问你 那郭台铭的伺服管三义 哪里来的 一般的人 因为郭台铭 郭台铭 我们就说 郭台铭去助选很多县市长 他会拿给对手的阵营三义 一个县市长个几千万 对他来讲 很合理 很合理 以我们对他的财力来讲 所以他支持那么多男民 所以他总共给男民有三义 还是三义以上 都是可能 但是给一个单一候选人 说某一个选人有三义 这个常识上就不可能存在 你们以前为什么都不去跟柯P说呢 柯P在出庭作证之前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呢 你们认识我被监察 老柯说 人家是支持连胜文 不想换人 所以不想见你对吧 人家是讲连胜文 四伯台北馆 是捐给郝龙斌 2010年给郝龙斌 现在隔了四年 2010跟2014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人家讲的是连胜文 讲连家 跟郝家什么关系 所以老柯只有两个结果 这个是不是事后的原谎 终于 我不合理 你讲完我再讲一下 我再讲一句 我再讲完就好了 柯文子也没有恶意 他上了 因为他打财团得到很高的声望 他见烈欣喜 他就把脱口讲出来 再讲 他讲三亿男 他也没讲脸色文 对不对 也没讲郭台銘 只是脱口跳出来认为就是他 后来证明也是 那他因为这样得力太多了 他信口开合讲话 他言不聊谎了 他真心诚意的跟台北市民道歉吧 我就说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他没有说 那个三亿男是什么人 他从头到尾没有 谁都知道是 难道讲照脸庆吗 那不管 当然是脸胜文嘛 不管 那个你刚刚讲说 他为什么会讲好龙斌这些东西 他是在整个晚上的谈话 讲马英九 马九二共识 讲到他郭台铭 全国大悲剧去驻前男的 对手的阵影 他挺他们很多 你教我一句 讲三天三夜 也不可能把2010 好龙斌台北管的三亿 讲成人家是知识连胜文不想坏人 能够任何连结 或任何听错 他是个白痴吗 柯文哲 而且陈佩奇也这样写了 陈佩奇也这样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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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我所知道的部分 我没有虚 我讲我所知道的部分就是 OK 大家各自解读 是各自解读 你知道的部分是 你比较相信柯总招 所以柯总招跟你扯的 柯总招那个人 柯总招那个人 柯文哲也了解 我认识柯总招那么多年 他跟柯P那么熟 他会跟柯总招 从马英九九二共识 什么什么 讲那么一堆 不合常理 好 明白 我们让观众朋友 大家再看一下 这几件事情 刚才所讲的这些 为什么大家还纠结在这个地方 待会我们让人听一下 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跟柯敬明委员 直接用电话 在连线的时候 把这些相关一些问题 柯委员又是怎么样 老柯好不好 老柯又是怎么样看法的 来 怀圈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双柯的说法 是怎么样都不拢 我们就来再仔细看清楚 先来看的是三益 到底是给谁呢 先来看柯P的部分 他在4月13号 早上10点钟出庭的时候 当时法官就问说 没有见到如何得知 企业家是郭台铭 他说柯建明跟我讲 柯建明说 郭出了三益 现在不想坏人 那么到4月14号的时候 柯P又说 柯建明当时只是说 人家已经出三益 我不晓得三益给谁 好 至于柯建明的部分 他在4月13号记者会上 他说 我与郭台铭参序后 郭请我转告柯P他是支持 连圣文的不方便见面 同时我也讲说呢 郭曾经捐出三益 给台北市府郝隆斌设立 世博台北馆 这三益就是从此而来 好 这三益的部分这样子 那么再来看的是呢 何时得知 郭董捐上海世博三益 这部分在4月14号的时候 柯P就告诉他说 柯建明呢 是在4月12号双柯见面的 才讲这三益呢 是捐给世博台北馆 到4月15号的时候 他说柯建明的4月12号 自由市拿了简报给我看 说人家 以前有捐三益的记录 所以这当中 是不是4月12号才知道呢 等一下 华圈 我们这一段呢 因为后面就是我们 今天在电访的时候 柯建明委员所讲的一段说法 我让你先听一下原因 原味重现 文哲第一次讲那个三益男事件的时候 你没有去问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说吗 因为 我这么没有说 只是有 这样一个场合 刚才隔不久 一个离开到有 平常有场合 我们两个公开 平常有一个画面 我刚才 有在 讲个话 我说这个 这个事情 不是这样 不是如此 只有一个版本而已 所以你等一下好好想一下 好 我说没有关系 反正 你假如真的有 有 有人要听到的时候 我们大概要想谈关系 这样 所以一直都没有 所以就一直到你们 罵前天的时候 才第一次在谈了 想谈这个事情 对啊 我帮助他回忆一些事情 他说查证他不知道 我说没有关系 你讲的 你怎么讲面 他怎么讲 就怎么讲面的东西 好 总统要知道 董事长 可是因为 柯市长说 他那天 你有拿简报给他看 你拿简报给他看的用意 是为了什么 我说 我说我讲的这个 翻译就是这个事情 就去报纸上 比如说 舒服抬转这个事情 你说 我帮助他回忆这件事情 我说 因为时间久了 因为 我 郭乃铭 跟我讲好以后 我就到他来 聊很多事情 所以我也是他讲说 你去冲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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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此啊 没有什么 所以我讲的 就是 所以我讲的 就是实情略的版本 就 常以下也是这样而已 怎么过来的更文明 就不说 他会跟我讲说 我就是对方称义 那是违法行为 他怎么会跟我讲这种话呢 他自己讲说 不方便见面 啊 所以当然 他自己听我讲话以后 他自己 他自己的想象是怎么样 系统是怎么样 我不认为他是故意所谎 因为我跟他说 他跟他来讲一样的话 我觉得他有 有多无论 所以就是 我在昨天的时候 我有打电话给你 然后你有跟我说 就是我问你说 呃 因为柯市长说 他是一直到 大前天跟你 碰面的时候 他才知道 所以说 他就知道 我 他一定就早就知道 是不是怎么会 真的这样 所以他应该早就知道 我们 对 我说他 我认为他应该早就知道 这个事情了 呃 因为我刚才看了很多 他怎么会 讲说 柯总招你跟我讲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是违法的事情 过来 他我没有同样 很多 我跟他通门没有提 没有吗 我从我同样的同样 没有什么 真的我不知道什么 跟他 OK 好 那这是 呃 老柯就柯总招呢 在我们店房的时候的全文 没关系 您中间大概听到一些重要的keywords 就可以 OK 因为怀萱会帮你大概再整理一下 来怀萱 好 我们就来看的是柯静明在这个部分 他特别强调的是说 他说这郭台铭只讲说不方便见面 而他要讲的是说这4月12号呢 他是拿着简报呢 是要帮着柯文哲去回忆一些事情 他还说呢 郭台铭跟我讲了以后啊 我找柯文哲聊很多事情 我跟柯说你弄错了 柯文哲才恍然大悟 他还说呢 我认为柯文哲早就知道市博馆的事情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怎么会想说 郭台铭会跟我讲这些事情 这是违法的事情 那么从4月13号记者会到了现在 从未曾说过 郭台铭告诉我 捐赛业给上海市博台北管 这当中是不是认知有所差异呢 OK 好 所以这回头来看 柯文哲 我觉得当然就说因为柯总招 其实柯总招 因为我认识他30年 以前我就问过他 你为什么这样子讲话 后来他才有人说他是车祸 他那时候跟我说 因为我当衙衣衣每天都是戴口罩 所以都是这样讲 因为我以前跟他一起做过电视节目 做过新竹的科技园区的事情 所以我跟他很熟 他刚才那一段其实就是说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陈佩琪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段 跟他今天刚po的 我觉得陈佩琪身为一个太太 他这一段让我是有点有点动容的 他说他说这个星期一早上先生去北检当证人 他的证词就如同我在家里听到的一样 他应是把这话原封不动的跟周小姐说 周只是转述故周也解套了 本想先生既诚实做完证 诚实做完证 再加上接着有人丢了三亿事 捐士博管的说辞 洪海也声明终于还锅懂一个清牌 想想大家都很满意了 若郭先生就此撤告让事件落幕 最后只剩先生他先生可必落个耳背 加上大嘴巴的罪名 骂名未尝不是件美事 点点点 心想这事若追究下来 违法搜索现政治现金给及拿的人 或政党罪名不清 选举恩怨疑解不疑解 但偏偏原告始终无撤告之意 再加上有人说先生要为此背负诬陷 毁谤的罪名 想到这我昨晚才情绪波动 发了一篇呛辣文 汉卫先生名语 不过今天总招又说 郭先生从没说过他有捐士博管三亿 哎事情演变至此 我头都昏了 你知道他 我觉得他的重点是有一句话 违法收受政治现金给及拿的人或政党罪名均不清 我觉得陈被奇讲到重点了 那 谁收钱啊 在这个过程里 谁拿到政党现金啊 没有人拿到政党现金啊 我不曉陈被奇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再重复陈被奇讲那句话 重点 连胜文一定有拿到啊 谁 连胜文啊 连胜文没拿到政治现金 那另外一件事 OK 那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查 那谁拿到了 对嘛 我讲啊 他讲说最后 只剩先生就是小柯 小柯 若得耳背 加上大嘴巴 你就承认你耳背跟大嘴巴就好了 事情就落幕了嘛 他的老婆是这样建议嘛 他我跟你讲 他就是见念欣喜 他打财团打上瘾了嘛 然后就讲出三亿难嘛 然后还是在打财团 大家连胜文选举已经放下了 我也不喜欢连胜文 我跟他讲很多次 可是我必须支持他 我是国民党党员 人家选输了 就输了嘛 到上海去了 去养身体 你选赢了 还要趁身追击 还要增加社会的credit 你还要打财团的美名 不 这个都要放下街虚名啦 老实讲话啦 可是刚才老柯在中间过程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到一段 他讲说 因为这里面还有在 因为柯P是讲说 他是到那天前一天 就是开庭前一天 然后老柯才给他看简报嘛 对 柯P 可是刚才老柯在电话录音 就是在那个电话连线的时候 他是讲说 那天 就是这件事情 柯P不是在媒体专访完以后 1月14号之后 他说过大概一个多礼拜 他有一个场合碰到柯P 他就跟他讲说 事情不是这样 他说他有讲 但是他没有讲 那个录音 我们再回过头来听 他没有讲世博馆三个字 我刚才有仔细听 我刚才有仔细听 我们再回过头来听 这个只好 只好请议员去问柯P嘛 不是 这个就是 老柯有没有跟他讲说 事情不是这样子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最坏的 我最坏版本就是 柯建民在帮郭台铭在那里 掩饰他说过的这件事 这是最坏 那 显然四博馆 这三个字 是后来柯总招 在1月14号以后都出来的 对 他加上去 他有什么动机 动机 老柯有什么好处 老柯的好处 还是替小柯来圆一些 政治伤害小一点 他跟小柯有什么关系 什么没有关系 你这个人莫名其妙 小柯讲的就是他 他所知道的事实 你们一直骂老柯干嘛呢 他又不选市长 他没有什么好处 你骂他干嘛 你的那个生蓝的就很高兴 你不会就是去 警察你的那个 那种没事非 谁倒霉 他是好意 也接受了小柯的拜托 然后去联络他的朋友 你这是莫名其妙 他有什么好处 你明明是骂 你是骂老柯干嘛 我觉得老柯在选举 老柯在选举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人 向他请脱去见谁 那他可能会在 设立一个过滤器 说这个人不用见了 这个人是支持谁的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太抬高他 或许就随便 唐杀一个理由给他 这是我认为 如果柯总招 应该是有很多人 这样做的 那在这里头 就是说三亿是通关密语 嗯 他也知道 所谓通关密语是什么 他告诉这个柯文哲 是三亿 他也知道 当他被 这郭台铭告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通关密语 就是知道 老柯放的嘛 在那个时间点 应该要他出来讲 都在编小说 这个时候他如果讲 就没事了 对不起他讲到关键 就是说 当郭台铭扬言要告我 而且已经告了之后 那你柯总招 你怎么没讲话呢 你第几天告你 就第三天了 他当天晚上 大哥 15号 我PO了美丽老电子报 15号晚上 我们节目大概刚播完 嗯 他就 而且发一个新闻稿 把我痛骂一顿 你认识我那么久 你看看他骂我 那个对不对 把我骂成跟大便一样 这有一个逻辑的问题 嗯 我们都确定三亿这个数字 嗯 应该是去年 大概七八月吧 柯P就听到了 嗯 那如果说老柯是把 四博管后面才加上去的 那怎么会刚好又是三亿呢 嗯 那刚好事后兜了嘛 不是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那生意是假的耶 不是 数字怎么兜得起来嘛 嗯 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当然是希望 郭台铭董事长把这撤告 嗯 因为像所有的选举东西 选举结束就结束 因为他律师都讲说还郭台铭清白了 不接受 不接受 你不接受 因为你刚刚是说大家 我是被告不接受 你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是从柯P他也是希望撤告 从柯建明也希望撤告 他要撤告他先捐一千万出来 你不要撤告是你的决定 这是另外一个要尊重你的权利 但是从我个人的判断 我从这个在过程之中 竞选会议决策要去拜访这些人 到并没有募款 到说他在讲这些 他郭台铭就是捐很多钱 支持对手的阵营 好 这样的事情 把他做中间有个三亿跑出来 这个就是要让你做mentor 好ok 这件事情在未来还会怎么样的延烧 可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件 值得全国所有的民众 大家关注的事情 因为 当然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因为今天 等于是2016大选正式开跑 因为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 已经今天正式发表 要竞选的演说 国民党这个地方到底成会出来 可是在卡在这中间的 大家都在讲说包括科皮查的 现在在查的这几个案子 会不会往后这隔两个月 就出来一件事情什么 那对国民党来讲 是不是每一次都会碰到一次一次的阻碍 而在今天大家要看的就是 大巨蛋这件事情 今天媒体上面讲说 大巨蛋是营运权利金是零 ok 为什么会是零 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转折吗 来还圈 好先来看有关大巨蛋 你看这议约的这个录音档出来了 有些人就说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马照会 特别引人瞩目了 先来看这里面就是相关的内容 来看2004年9月1号 议约会议第三阶段第二次的会议 当时厂商代表就说 如果我们有税后盈余 我们愿意提拨千分之一给甲方 也就是师傅 还是我们这边乙方的表达善意 如果乙方努力的成果弥补了亏损 还有尽力 我们愿意提拨一部分给甲方 这时候这议约会议主席李树德就说 千分之一给人家比较不好的联想 干脆一个数据 营业额的百分之多少 或是税后盈利的百分之多少 可以的话 都可以说正式开始营业后 营业额多少都可以 比较好让外界接受 这个数字呢 我们这里也没办法谈 只是把意见给乙方参考 这当中还要谈到这个 营业权利金如何 好 最后来看的是 这时候有人就说 这当中有个2004年9月20号 马照会 这怎么出来的呢 就来看是在2004年的9月23号 议约会议的第三阶段 有个第三次的会议 这是议约会议的主席李树德就说 他说我们这条段就照9月20号协商的结论 我也讲一下 因为这是重大议题 所以特别由远雄董事长 跟市长亲自见面 做一些沟通之后 大家有共识 还送了营运权利金 招标文件 原来由申请人自行提出 但是在议约过程中 一方代表提出一些数据 我们觉得不是很理想 后来府里面研究之后 认为假定我们这边 要提一些营运权利金 将来都市计划变更 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我们认为 两个办法一起 不要说一次牛 拨两次皮 对市政府也不利 对他们也指远雄这部分呢 也不利 所以在这样逻辑之下 府里高层认为 干脆这部分我们就不提 他也不提 我们也不要去要求了 完全照回到都省的 那个程序做处理 这比较明确一点 这确定了哈 这当中就看到 作者会议记录 删除营运 而那时候大家很关心 马兆会到底谈了些什么 而总统府呢 也很快的发出新闻稿说 欢迎提出证据 向司法机关检举 近期不排除呢 建议这个台北市政府 要控告马涉嫌图立罪 这是柯市府的这个 市政联政会的部分 只是提出了这一句话 好 那我让你听一下 在当时这整个会议的过程 尤其关键的这一段话 当时是怎么讲的 来 然后我们这一条是 就照29月20号协商的一个结论 我自己讲的这个协商主要是 因为这是重大议题 所以特别有这个 元秀的董事党 跟市长亲自见面 然后做一些这个过程之路 大家有个公事 第二点 营运权利金 然后这个招标文件 原来是有时候 由这个申请来自行提出 但是这个 在医院的过程中 以防代表提出一些数据 我觉得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个在偏定到这个部分 但是后来 湖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 研究之后 认为假议我们今天 这里叫他提一些 营运权利金 将来在都市区化变更 什么的还是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所以我们认为两个摆到一起啊 比方说一次牛或两次皮 所以市政委屋力 对他们有福利 所以我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福利们的高层认为说 这个就干脆的 这个我们就不提了 然后派不提 我们也不去去要求了 完全到 回到都省的那个程序 做处理就可以了 好像这个也较明确一点 那这个看我们福利 各个单位是提前没有 提防 没有 那就确定嘛 好 所以从刚才这个谈话里面 尤其在这个过程 因为 9月1号是 一月会议的第三阶段 第二次会议 这里面 如果照这个会议制度里面来看的话 厂商代表确实有提到说 要不要提拨一部分 这一段 再来是 9月23号 一月会议第三阶段 这一次里头 照这 刚才大家听到那个录音里面 是李树德讲的 因为这是重大议题 所以特别由 远雄董事长跟市长 亲自见面 做一些沟通 大家有共识 所以 在这两次之间 推论上面 应该有一次见面 对 大家沟通嘛 所以今天媒体上面就讲说 在 9月20号 有一个马照会 这里面 是不是谈了这件事情 就是李树德所讲的这个 所谓的 重大事件的沟通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 今天媒体上讲说 柯市府联政会里面 有人讲说 是不是可以提供 给检调有一些的证据了 甚至要不要控告 马总统是不是有涉嫌图利罪 这些 当然你说这个因为 马总统是总统身份吧 但不管怎么说 你告可以告 只是在检方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方面 做起诉或怎么样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会不会延烧出这样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Coco 这一段 尤其这一段 现在变成大家讨论的重点了 对啊 今天因为李树德 是在9月23号的时候 他很清楚的说 9月20号的结论 因为这是重大议题 所以特别有远雄董事长 跟市长亲自见面 做一些沟通之后 大家有共识 也就是说 李树德亲口说 9月20号 有一个协商 下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说了 他说 他们已经短期之内 应该用法律的意见数 他已经有图立罪 他里面就有证据写出来 那不只在观瞻上面 你9月1号 他们在第三阶段的第二次会议 有没有议约会议 有 李树德主持的 那一天的时候还说千分之一的权力金 还不太好看 还想要提高 对不对 因为一年的金流有1200多亿嘛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在今天的证据里面都有 因为他们都听出来了那个录音啊 那到9月1号是这样讲 到9月23号 李树德就 哎 噓噓噓噓的就都不要这个权力金了 那李树德还当场就讲是9月20号 你知道这个李树德的这个录音档 是大巨蛋案的廉政委员 是郑文龙他们这些人去找出来的 去听出来的 所以这是新证据 那今天陈以信又帮马英九总统发了一个 因为他好像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制式的稿子 专门骂人嘛 那就是说 对对对 就反正只要这样一案就出来 哎 我这不回应拿证据 证据是这个耶 李树德说的耶 这个相关单位应该先把李树德抓起来 他现在人在海外还没回来 那马英九总统 请你说明你9月20号跟赵腾雄密会了什么嘛 嗯 那赵腾雄短期之内也可以开记者会呀 赵腾雄你要还清白你也可以开记者会 你9月20号谈了什么 嗯 更别讲说这里面你对于这个啊 你一个当市长你不是议约人 你又不是议约主谈人 你怎么可以在9月20号的时候去见面呢 嗯 光这件事情 这个据说啦 我听郑文龙律师说这只是小菜而已啊 他听到的那些没有出笼的 没有这个 这个发现 没有这个公布的这些密线当中 还有更严重的 9月20号不只谈了权利经 还谈了变更这个 都市计划 对 都市计划 然后住宅的问题 所以多严重啊 所以委员官是看到这样 总统府说是要拿出证据 那么现在就是录音党 是不是就是证据了 我觉得你说录音党 好应该这样讲啊 就是促三法里面啊 当然招标公告之后 有一些是开放可以议约的嘛 那你开放议约可以来讨论 说到底 因为这个大巨蛋是马总统 或者是市府 因为要盖嘛 所以去拜托人家来投标嘛 对 所以在投标的过程里面 到底里面的 当然设计场馆怎么样 可能招标公告里面有写 但是有些部分 到底是要权利金多少钱 这个是可以谈的 所以在谈的过程里面 或许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 在9月20号的时候 马 赵 两人就有做一些会谈 那会谈有提到说 到底这个权利金要多少钱 这个事情 那我看到里面他有说的 不要一只牛拨两次皮嘛 府里高层也认为说 干脆这个部分就不要提 所以你光是从这样 而且是有权利来议价的啊 从零到很多啊 都可以谈的啊 刚刚口口讲的意思 尤其这一段 如果这样议价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在第二次会议 或第三次会议 就大家的代表 就在会里面公开议价 那他刚刚讲一说 因为如果是马中宏 跟赵成琼 在中间会了一次以后 突然到了第下一次 就出来说 那就不要了 因为他不是这个签约的 这个任何的代表 他也不是主谈人 他就跟他说什么 有时候是市府代表嘛 对不对 当然就是说譬如说 议价小组 譬如说李素德担任 批准的嘛 马英九批准 李素德担任主台人 旁边有很多人 那大家在质疑说 到底会外会 是不是 会外会到底是不是合法 但是我觉得 市长 这个马英九 作为一个市长 那当然可以来 提到说 那赵先生你到底需要 怎么样的来谈 那这个案子你有办法盖 有没有办法盖 那有可能 赵先生可能拿俏 也有可能 是认为说 我有这个能力而已 那现在我来谈 所以 那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就有裁粮的空间 如果是属于裁粮权的部分 那怎么有 可能会有空间 而且讲一下 在当时的招标公告的时候 就有提到 关于营运权利金是百分之几 然后在促参法十一条 也有规定就是说 就营运权利金的部分 是多少要必须去谈的 有记载就是明定的事项 这是郑文龙律师所讲的 那整个我们还原 当时的状况 就是说议约小组 跟这个真审委员 都是谁决定的 都是马英九决定的 那主持人是谁 都是李树德 而李树德在会议中 一昧的偏谈远雄的时候 架空了所谓的 这个议约小组的成员 架空了所谓真审委员会的决定 最后到免权利金 零权利金这件事情 这个有没有愈法可循 第一点就是说 当时招标公告是有规定 必须要有零权利金 而且在这个9月1号之前 因为郑文龙律师说 为什么到时候签约的时候 看到远雄的签约是零权利金 他们觉得很质疑 因为招标公告明明就说 应该要有百分之几的权利金 所以他们回去看会议记录 完全看不出来 后来他们开始听录音带 从2004年的8月5号的时候 就开始听 听的时候在9月1号之前 就听到李素德 其实还要求谈权利金的部分 营运权利金 当时有谈到说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 都有在谈 就到9月1号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的会议记录 李素德就说千分之一不好 这个千分之一是怎么样 是因为8月5号的时候 李素德就已经有要求权利金 远雄本来都不提 到9月1号远雄才勉强说 好啦那不然千分之一好不好 讨价还价 后来李素德说千分之一不好听 至少要百分之几 不是到这一段都还算是 大家在 因为7月1号远雄是百分之几 到9月20号 马赵慧这件事情 是李素德说的 而且我这边还有一个公文 马应九跟赵腾雄 到底见面了几次 这个公文里面 是台北市政府里面的一个签文 里面就提到说 远雄的顾问刘培生建筑师 在93年的6月12号有来电办公室 希望能够安排赵腾雄董事长 跟刘培生建筑师 在6月14号到16号之间 折一天来拜访 请军长办公室会与安排 登陆时间见面 如你应久93年6月10号 也就是说 马应久跟赵腾雄见面的次数 在审议委员会的过程之中 不止一次 所以9月20号 6月10号 开始签文的时候 6月13号 可能也见面过 为什么短短的三个月之间 你要跟赵腾雄频繁的见面 你有没有指导李素德 做什么样的决议 包括免权利金的部分 李素德已经在会议说 是因为高层指示 而且是马应久跟赵腾雄 见面之后有了共识 包括远雄一直想要的 把旅馆变更成豪宅地上全 来卖这件事情 李素德在会议里面 我们也看到 他就说商业化的包装 这部分是不是都跟马应久有关 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太细了 我要讲这个事情要谈骨干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跟他签约 后来他因为犯错远雄 就解约 解约不服气跑到中央 公共的委员会 又拜不破回来 那重点是回来之后 条件变了 回来之后大幅放宽条件 我们谈的权利金都不重要 那几亿怎样 我们谈的是几百亿的东西 我在讲一个 在回顾 让观众温故知心 我们买那块地 花了248亿 是地方政府 对于大巨蛋的贡献 那对方 自称盖那颗蛋 跟所谓的八万瓶的商场 也花了两百多亿 大家同登同分 贡献一样多 贡献一样多 应该赔钱的一起赔 赚钱一起赚 那颗蛋一年半活动 会赔一亿到六亿 总共有66年 46年可以加 20年 然后每年商场 可以收净利 大概20到30亿 赔钱赔3亿 我师父出1亿5 而赵特伟出1亿5 而赚钱赚20亿 每年66年 你赚10亿 我赚10亿 你要养人 我给你11亿 我拿9亿 所以这个案子应该这样谈 而谈的案子 我们出了248亿的地 什么都没有 这是最大的关键 好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 小朋友我先这样讲 这个观众还听得懂 你现在所讲的这些 大家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就是包括你讲的这个 包括营运权利金是零的这件事 大家都会回头去问说 那怎么会出现这种 感觉上是不平等合约的 这种问题 那问题发生在谁身上 大家现在在追究在这一段 我就讲谁身上 好像签一个马关条约 不平等条约 对不对 我们损失了10亿 乘以66年 损失了660亿 我初估嘛 当然在马英九身上 在马英九身上 李素德只有两个结果 会有录音被你们听到嘛 会做出这样的大局 荒谬的决定 只有两个 一 他收了赵成雄的钱 对不对 可是现在没有抓到 没有证据嘛 二 展观指示吧 就这两条路吧 李素德是一个使命必达 跟快递一样精准的人嘛 OK 反正老板交代就做 重点的是 就是赵成雄 跟马英九有什么关系 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有没有政治献金 他们私下有没有怎样 那马英九现在有点耍赖 说你们去告嘛 对不对 对 反正你有证据你就去告嘛 重点就是不管马英九 不管李素德 不管欧静德 不管任何一个参与这个东西的公务员 如果被抓到 收到造的钱就贪污嘛 如果没有收钱 拿到他多赚了几百亿 也涉嫌土利嘛 什么都没做 从市长到公务员都是职务人 也至少独职嘛 独职才造成市府的几百亿损失 就是我们谈法律的概念 就这个问题是 这个整个事情是不够的 李委员 李委员我们光是看到这里面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是马市长在主导 这整个一切吗 所以说这个谈这些部分 都太多技术了 这个证据就是 李素德是当过他的财政局长 秘书长 财政部长 他和这个马英九先生的关系 何等那个 所以这个东西 我就说民主万岁 这个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政权轮替 这个就是有很多弊端的看不到 这个就是有音 刚刚我们听到音了嘛 对不对 有文字党 这么清楚 董事长和市长见面 下面又高层 特别指示了对不对 而且就这个部分就不要提了 这当然是马市长嘛 所以马市长去开会 这个都是他 一定是要负最终的责任 不管局长怎么谈 不管是他指定谁去 主持这个议约会议 还是审查会议 当然市长有最后的权利 重点 市长是不是照顾了市民的权利 有没有替整个台北市照顾的权利 从他本来 业者乙方 都愿意来支付这样的一个权利金 不要讲说以前我们讲 这个罚金从千分之三十 降到千分之十 这个然后所谓违约可以一次变成两次 很多的有利的 那个都没有关系 连这个乙方都愿意支持 就是业界都愿意支持 为什么市长本身 这个太明显的证据了 如果总统府来说这个不是证据 那什么叫证据 会很奇怪 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 因为马上那个安全报告要出来 如果当时是像这样 会多漂亮 对不对 当时原计划是这样 整个路都占满 这个见闭力 搞到这个 连路都没有办法走了 这么大的量体 十几万人 这个安全在哪里 谁来照顾 所以今天才会产生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 应该是市长就要负取完全的责任 毫无疑问 那没有比这个阴档 我想李素德就是把这些恰好有录音 我想对他也是一种保护 OK OK 您好 我们来看 李素德在9月1号的时候 还嫌乙方提出来千分之一太少喔 他说千分之一这不好看 回去多弄一点钱来 大概我用白话文讲就是这样子 可是到9月24号突然说 我连钱都不要了 23 对中间这么大的转折 请问发生什么事 那关键就在9月20号那场消失的会议 因为那场会议没有记录 没有录音档 那显然就是马英九跟赵腾雄 那有没有各自带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是确定 因为李素德自己讲 马英九跟赵腾雄见面了 那见面谈了什么 不管有共识 对显然 共识就是我不收全力金 那我先往好的方面想 因为李素德在9月23的时候 他讲到说因为还有都市计划变更 我们不要一头牛播两次票 就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说我市政府让你准你都市计划变更 让你容积率变多了 那你应该回馈一些给我台北市政府 一般的案例是这样子 可是在大巨蛋这个案子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回馈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回馈 因为现在合约都签了 在合约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回馈 所以 这不是一头牛播两次票 是你一头牛连两根牛毛 你都没有拔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廉政会也好 或是说台北市议员 想要去追踪这个案子 不要移送马英九 因为移送马英九 要明年5月20号以后才能处理 直接移送李素德去告李素德 然后让他传马英九当证人 总统不能当被告 但是总统可以出庭作证 你让他传马英九当证人 陈以兴今天说法叫耍赖 我就算有百分之百证据 我也告不了你 因为到检察官那边 检察官说被告马英九 好放起来 明年5月20号以后再处理 所以应该针对李素德 我觉得李素德 你郑教授董事长干到现在 这么多个案子都跟你有关 要么你主持议约 三创的案子也是他决定 从这个设定地上权 变成BOT 让市政府损失了多少钱 这些案子他从来不需要说明 前几天记者就问他简单一句话 我现在不在那个位置上 只是一年领上千万薪水 我觉得这个态度不对 那你既然 请你说明你不说明 那我们只好用司法把你逼出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马英九从头到尾就是知道这整件事情 否则事情讨论到现在 连李素德在会议里面都说是 马英九跟赵腾雄的共识 所以才免权利金这件事情 难道马英九不用出来澄清吗 说我根本没有这样子讲 所以代表马英九今天不澄清 就代表他默认了嘛 代表李素德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马英九的授权之下 那这样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今天有录音 李素德就是证人 他就是在录音里面 已经明白了说 这整件事情的变更 就是因为马英九 导致契约变更 架空了审议小组 架空了这个评审委员 那这个部分 马英九总统你就涉及此理罪 所有的证据资料 全部都是在廉政委员会手下 所以都已经保全了 所以要告不告 我也觉得鼓励 因为这个事情讨太久 我也讨的真的是很难 我会不会再吵下去 我讲 人外蔡英文讲说 什么他今天演说 讲说这个问题 国家的问题在领导 你们接下来打官 你们接下来要竞选总统 那问题会不会也在 现在的领导 因为三不五十出来 这个你们也很投大 我觉得提告 我觉得林老师讲得非常好 对不对 就用司法的方法 来解决 那又告不到他 不会啊 李素德来讲嘛 那或者监察院嘛 那待会教权报告也快出来 那我这里头 我会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 就是府里面的高层 也认为说这个部分 干脆就不要提 嗯 那个时候是民进党执政 我真是很好奇 那个府里面的高层是谁 那府里面的高层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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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啦 那府里面的高层是谁 市政府啦 就是市政府啦 市政府最好是市政府啦 那你你法院更难 就要调这个 李素德去不就会知道了 那李素德为什么不出来呢 你们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 要逼他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原本 这个圆形当初得标的时候 旁边都是空旷的 开阔的 这个蛋呢是可以开闭的 结果呢现在远雄送来的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变一个马桶盖 这个如果说这个蛋真的设立了之后 在以后台北市的国际首都 就会有一个马桶盖的地标 就是我们的巨蛋 以后观光客来说 你看这就是 台北市的马桶盖 难道我们是台北市 标榜以马桶盖文明吗 那你让我秀一下 那安全的问题更是很重要 是东京的蛋 对 这是我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去东京 这样看不清楚 刚好 这个是他的大巨蛋门口 他的那个屋顶 刚好屋顶嘛 他们这个时候正在要擅长 刚好那个巨人队打完 因为我只是去参观而已 那好 你看哦 你从他的巨蛋走 这个是他的第二层的擅长 因为有好几层嘛 而且那个是捷御一上去 过了天桥就到了 好擅长哦 然后你人群这样走哦 结果你往后面 往后再走的时候呢 嘿 人家森林就出现了 嗯 就在那个圆圆呢 大巨蛋的后面呢 因为森林后面 森林也是舒散区嘛 森林后面才是一个巨蛋酒店 对不对 他们那边只有酒店 你看 这就在巨蛋旁边啊 马总统 他说他参观过世界上的巨蛋啊 我自己在巨蛋走一圈都想哭啊 你看看 这是人家的巨蛋啊 嗯 从后来当然这个 我在那边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 就是这个是从捷运出来的 上面 那他的对面呢 其实他也不是 他的那个 也不是在很空旷地方啊 因为他在他对面就是商店嘛 但他没有像我们那么多商场 那也没有那么多的商场 可是呢 他对面你看就很正常的街道啊 可是他那个地方 让人家感受到 就是说他真的 真的他的舒散的那种空间 是很让人家觉得兴奋的 或者是安心的 你就觉得你去了一趟东京丹 然后再想想看 台湾这个丹 那么不安全 其实不用跑去东京看 你去高雄看小巨蛋跟市运主场馆就好 两个场馆都在闹区 可是小巨蛋跟市运主场馆 他们外面的那个开放的空间 有多大 那个人家设计的目的 就是让你方便舒散 可是这整件事情 大家包括很多来宾在节目也都讲过 不管是马总统啦 或是李苏德 李苏德先生啊 这些相关人士 是不是好歹就 不要说真的搞到有诉讼啦 好歹在前面 是不是就可以真的出来 就跟他讲 你们都误会了 好不好 当时这一段的原因 是因为有哪一段 是顾虑到什么 所以后来你看到了 因为他一定有一个前因后果 所有的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 能够一次摊开记者会 让大家要问到保 你知道吧 记者问到保 你们所有的资料 周小萍你也来 你讲了每次在面对面 讲了这么多 好你也来 你有任何问题 你来问 我会把他问到岛 对对 我这时就是说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模式的话 其实观众 大家我想全民大概 都会瞩目这样子 那是最好 那应该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看起来 公众人物的义务了 这应该是从事观众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 答案只有一个 现在就跟你讲说 你去搞啊 你有资料有证据 那你就送到司法机关去检举 要不然如果没有 就更严肥 那就不要 那是我讲的 不是那感受会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次 这一次你说 为什么大家讲说 这些事会不会都某种程度 会影响到 年底这场大选战 他一定会嘛 因为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唉 委员这些都会 都会是你们要扛的包袱了吧 所以我觉得 当然有些政绩啊 就人家特别喜欢挑剔啦 或许去检举之后 调了李树德来之后 变成三个漂流木一样啊 就是 不起诉处分啊 也有可能啊 真相尽快厘清 那今天你看到 我讲说今天你要记得这个日子 为什么呢 今天是 2016这场总统大选 正式开跑日子 因为民党的参选人 小英主席已经直接 直接画下道了 已经把占帖都已经料出来了 那参选演说 某种程度就是告诉大家 你为什么要支持她的一些原因 那国民党这个地方呢 国民党这个地方 还在想着人 到底应该是谁啦 生活间媒体讲说 包括连朱依伦主席 是不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才会比较明显的一些 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未来这一场 到底会是怎么样 两个差距又是什么呢 来 宽萱 好 接下来看的是有媒体呢 正对英伦对决呢 先是做了民调了 现在你看这民调数字上面 在二月八号的时候呢 所判的蔡英文跟朱依伦 两个人相差了百分之十四 而到了四月十三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两个人 拉近了相差百分之八 而现在国民党的最新动作 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张贴着国民党 第十四任总统候选人 提名登记公告 也正式启动了党内初选 但现在是不是单无人啊 这国民党内有青猪人士就说 由于主观的提名时辰 以及客观的国共论坛时间 都已经确定 因此朱立伦极可能在母亲节 期间亮牌 好 那大家继续等下去 再看是蔡英文这个部分 他正式提名蔡英文参选总统披挂上阵 蔡主席就说呢 经历过去的几年 如何形容这个国家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答案是 这个国家的领导 已经成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要赢得2016选举 结束国民党执政 好 那这是今天蔡英文在参选演说里面 大概尤其最重要 讲到这一部分的东西 当然上面那是联合报民民调 OK 从包括2月8号一直到现在 14到8这些 那选战民调当然就这样 会有很多家都会做 可是现在对民众来讲的话 真的有这么饥渴的一个希望 能够在2016这场大战的时候 能够一次做政党轮停吗 今天所有的县市长 所有的这个今天是 除了他发表参选宪 最重要就是在仪式上 在制度面就是党正式提名 OK 然后所有的县市长 都挺在一起 我想这也是 这一次因为921选完之后 多了那么多县市长 大家都团结起来 也是让社会觉得说 民进党比就有机会赢得大选 另外一个是马总统做得这么糟糕 不管是内政 刚刚就大巨蛋这件事情 还是说最近这个 这个所谓的亚投行这件事 这当然是总统的事情 这个是国际组织 这个外交事情 那总统你有国家安全 那么多幕僚 那么多风险的 政治风险的评估 国家安全的评估 国际政治的考量 怎么会这么匆忙到 然后被去打脸这个 创始会员国 那么57个国家都被加收 变成这个创始会员国 你台湾本来就很难 你明明知道 他又是主导的一个国家 更加不可能 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这样做 背了打脸 我们就照正常的程序 那当然让大家来参考 我的意思是说 连内政做不好 外交也做不好 当然总统是一个负数 那当然我们就是更加要争取这个 所以为什么蔡主席会说 现在的领导就是问题的所在 OK OK 所以夫后姐看到我们国家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领导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领导人的问题 其实执政党跟在野党 都有这个问题 那现在 因为马英九总统已经进入了 这个让大家比较失望的 这种瘫痪期 所以大家也不对他指望 只是今天我们感觉到 尤其是今天的晚报 他特别把这个蔡英文的 正式成为候选人 还把国民党的期待 把它登出来 你知道国民党的这个期待 在今天的联合晚报二版 如果不是真的话 那对兰姻选民来讲 真的是折磨人家 因为今天说朱立伦要在 母亲节前后宣布 可是我都觉得好奇怪 因为他如果真要联署 你们4月20号就联署了 那就算他联署的很快 那大概应该开始就要 就要这个有安兵动作 就要有了吧 在5月4号5号 他要去大陆这个国共论坛之前 应该会明朗化吧 因为20号开始大家都会讲 谁去领表啊 领表可以偷偷摸摸吗 好像不行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被派于任务 我会帮人家领表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4月20号就会明朗化了 然后朱立伦主席为什么会选择 5月还要去习近平那边呢 或者是说国共论坛跟习近平见面 我觉得很奇怪 从这个角度来看 像很多跟朱立伦蛮熟的立法委员 据我知道好几个都判断说朱立伦不会选 嗯 而且他今天已经说他要挫板4年 今天又说 讲300次吧 可是他身边的人又开始今天放话 因为这是二板头条耶 二板头条很严重嘛 朱立伦每一步都是经过精算的 所以他今天去这一趟 就是代表说我就是下定决心 我不选了 那党内你们自己看着办 为什么他不选呢 因为马英九 你把台北市搞成这样 你把总统做成这样 到现在今天不是传出 马英九打了电话给朱立伦 朱立伦都不接吗 黄金平还挑出来说 可能是朱立伦手机坏掉了 真的是手机坏掉了吗 对 真的是黄夏珠摔摇 我也带他打 所以呢 绝对不可能是手机坏掉了 那现在朱立伦面对就是 就是说针对台北市政府 现在清查的五大弊案 都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这些 缠下来的这些余孽 那这些要怎么处理呢 朱立伦他怎么面对 你这也是朱立伦选不选考量 那一个问题 这是他的包袱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讨论 不管是美和事事生生 大巨蛋这些问题 到2016还是会持续讨论 朱立伦要怎么面对这些问题 马英九你不出来讲 朱立伦永远讲不清楚 所以现在朱立伦可能 你就跟马英九讲了 你除非你出来讲 否则我不选 是不是这样 你这样讲 国民党任何一个参选人来 不都要跟马英九这样讲吗 因为他都会面对到这个问题 今天朱立伦他可能是有 朱立伦是国民党里面认为 他是有胜选机会的人 其他人出来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大概就是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朱立伦如果真的 有心要胜选的话 他一定要去处理五大弊案的问题 还有党产的问题 这两个都是朱立伦必须面对的 你好我在想朱立伦手机 大概有设黑名单 就是总统的电话来 就自动转入语音信箱 就封锁这样 我觉得 他不是没有赖啊 我认为朱立伦不会选总统 我认为他不会选总统 我也认为 那当然 从今天联合报的二版 他不会选总统 那请问一下 最近做了几次民调 对 对 联合报的 联合报的希望他选 今天头版的民调跟联合晚报二版整版 那个就是因为联合报 从国民党去年败选之后 一直拱朱不遗余力 希望拱到最后可以朱阳变色 那当然有可能是朱立伦的幕僚里面有一派 非常积极的要他选 然后说一直不断的放消息给媒体嘛 希望营造这个气势嘛 但是你从朱立伦最后的 尤其今天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联合报今天做出来民调 你只插蔡英文8% 现在距离选举还有大概七八个月 8%是可以有一搏的机会 可是偏偏朱立伦挑在今天讲说 我要把新北市长做买 那就摆明他不会选了嘛 所以今天这个晚报写说 他母亲节期间会亮牌 搞不好亮牌是说我不选 他只说亮牌 没说要参选 搞不好亮牌是说我不选 因为照这个情况研判下去 朱立伦是没有办法选 他选不会赢 未来这场大战 真的从今天开始揭开了序幕 未来会是怎么样 更重要一点就是 大家所提到的前面的这几个案子 未来会有什么发展 我们大家为您守候的 非常介绍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介绍观众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 追追追